假如我今天要跳出像这样的一个输入的input bus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成绩,给它80分好了 按Enter,它会跳出及格或不及格 如果说我今天输入80,如果输入50分的话 然后判断,它会跳出及格或不及格 这个部分的话,主要跟Jama的程式里面最大的不一样是说 你输入了视窗,我可以在这边宣告一个X 然后它等于这个Prompt 然后里面,Prompt是属于Windows内建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的话,后面会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的话,R1 其实两个都传这个字串就可以 讯息的部分主要是第一个参数 所以第一个参数一定要是一个字串 给它一个字串 然后面的话,这个看你要不要加 如果不加的话,给空白就可以 第二个参数 那再来的话,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我想跟Java一模一样 条件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Alaunch就给它一个讯息及格 反之的话就不及格 这个是第一个流程控制 那再来的话,如果稍微复杂一点点的话 比如说呢,我们今天有多个条件 这个多个条件的话呢 应该没有变 多个条件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假如说呢 我的成绩是在大于等于90的话 那是优等 那如果是介于什么呢 介于80分以上 90分以下的话是假 那以此类可以加一丙丁 那最后的话呢 最后的话呢 就不及格 所以这里我们转起来 各位看一下 两个sample 第一个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给它一个成绩是 90分的话呢 基本上应该是优等 那反之的话呢 其他我再给一个成绩 70分的话呢 1等 等等的 OK 那我想这边 各位试试看好不好 90分以上 假 优、假、乙、丙 不及格 大概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可以透过 if else if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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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判断 我想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两个sample 我是把它放在第12章的目录里面 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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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